近年來巴德地區的人口快速增加 其中有不少人會到新北市上班 因此交通便利性成為重要指標 對此交通部長林佳龍 市長鄭文燦以及立委趙正宇等人 共同勘察大英風德交流道的預定地 所有的這一些相關的基礎建設特別重要 那也我們交通部業已經完成了這個審議 那也修正意見請這個台灣市政府 現在已經差不多完成 就直接抱怨來審查 我們也希望加速來推動 所以這個交流狀對我們非常壯 而且這個清費非常多 大概五十二億左右 一公平的禮拜 這對我們地方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我想這個速度要加快 因為大家都非常期待這個第二條交通 巴德的交流狀 由於巴德跟遼角地區離北二高近五百多公尺 但是礙於土地取得以及工程技術 一直此時未解套 如今為在大南與大西中間的大英風德交流道 可行性報告正在交通部進行最後的審查階段 目前大英風德交流道可行性報告 那麼交通部出審通過 那目前正在修正一些意見 那交通部審查完畢後會送行政院核定 那核定之後就由交通部來展開建設計畫 那我想我們希望這個核定的程序能夠快一點 從豐德路到大西的大英路 由於需要克服地形的高低落差 因此需要較長的聯絡到 而總工程經費約五十五億 也希望交通部能加強相關單位的聯繫 儘速啟動本案的總和規劃報告 記者有家宇桃園報道 那啟動許可報競持 Fisher 該不是 你紀錄